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VV咖啡的頻道 那我的頻道每周四會跟大家分享一些精品咖啡 手裝咖啡的一些知識和器材 如果各位對精品咖啡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大家訂閱或者是跟學長一起來討論囉 那我們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一個 大家熟悉但是小升級的器材叫做 S3 Plus 這次的盒子也明顯有升級 感覺起來質感在那邊比較好 那Star Reso 它是一個手壓的家用的義式機的一個小器材 那這個器材也是目前學長覺得 就是在不插電的義式機裡面是最最最好用的 學長用過非常多的不插電器材 但是我這兩三年始終一直還是覺得 Star Reso 這個系列是最好用的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說這個Star Reso 它的新改版 以及需要會教一個新的義式咖啡叫做Dirty 很簡單 那並且今天我們還有一個名額 可以讓大家來做一下抽獎的環節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拿到最新款的Star Reso 的話呢 那待會可以在底下留言 留言你最喜歡的咖啡店 或者是說你對這個咖啡店有什麼記憶都可以 最喜歡的咖啡店 那我們就會抽出一個名額 然後送你一台新的Star Reso 3 Plus 那Star Reso 這一次的改款呢 如果有些人你連Star Reso 都不知道的話呢 我可以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它的概念呢就是 這是機身 然後呢下面會有一個粉杯 我把咖啡粉 填進粉杯裡面以後呢 然後懸上機身 然後在水箱裡面呢 加熱水 然後呢 之後都Ready以後 把我的這邊 機身放好以後呢 用手的方式把壓力打到我的機身裡面以後呢 我就可以進行義式咖啡 也就是濃縮咖啡的萃取了 這算是最簡單 然後也是相對比較便宜 比較好入手的義式咖啡器材 不像那種 商用義式機動輒二三十萬 三四十萬 這是一個最入門 而且不佔空間啦 然後也簡單使用 那這種不插電義式機呢 其實有很多種 那Star Reso 是學長覺得 容錯率最高 就幾乎 不太需要考驗技術 也不麻煩 也不考驗磨豆機 最好用的一排 那也是我很多的粉絲啊 很多的客人 他們一直用都覺得真的很棒 基礎的概念講完以後呢 我們來跟大家聊聊這一次的改款好不好 那這一次的改款的升級呢 其實第一個部分呢 是 它整個現在的這個 按壓的這個 變成整個黑色的 所以它的質感上面看起來 好像比之前更好一點 在之前的版本腳加銀色的 或者說這邊的壓臂的部分 它是銀色的 這是全部都變成黑色的 所以它整體外觀的質感更好一點 然後第二部分是它這個 這邊 這個氣壓閥的部分 這個氣壓閥就是做得很粗 比之前大概粗了 可能多粗了三分之一左右 那這個氣壓閥呢 它是算是一種耗彩 因為如果你一天 一直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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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確實氣壓閥有可能會 它的彈性會比較疲乏 那這一次呢 他們就改進了這個問題 把氣壓閥做得很粗 所以我在壓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彈力 好像變得比之前更好一點點 你的回彈效果就更好 那你回彈效果更好的情況之下 你在做壓力的給予的時候的穩定度 就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這有時讓S3 Plus它的壓力的給予 是比較穩定的 OK 這是一個不錯的升級 這是更主要的升級 就是關於它的本杯的整個大調整 這邊下面這個墊片的部分都是一樣的 機身也是一樣的 但是這次可以看到這次的大調整 是我下面這個底座的部分 它原本是有一個底 然後下面會有兩個分水口的 這是它直接把底座挖空 並且把裡面的這個機組 直接做到我的粉杯裡面 所以看到這支粉杯 不是平底的囉 多了一個突出來的這個小彈簧 這個部分 這是S3 Plus最大的不同之處 那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這個底座就比較不會有殘留 不太需要清洗 這個做得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這個底座的部分 它也從原本是塑膠的部分 改成這是鋁合金 所以質感也好啦 然後重量感 整個看起來都高級度有增加一點點 但是這個其實高不高級 影響不會不大 主要是清潔方面 可以讓它變得簡單一點點 那底座的部分 它原本就是一個正常的粉杯 那現在多了出來一個這個 我們可以看喔 它是可以拆卸的 它對於清潔部分也是有幫助 可以這樣 往這邊往下壓 然後呢 我的下面這個墊片的部分就出來了 然後呢 這個墊片的秘密呢 就是S3 它好喝的秘密了 可以看到喔 我們可以把它拆卸下來 清潔的時候你也可以拆卸 這邊有一圈 這個是矽膠的膠圈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分水網 OK 分水網 然後呢 這邊就是它的秘密了 OK 可以把它轉開來 其實之前這個機組也有啦 只是說它是坐在底座上面 現在是坐在粉杯上面 它裡面呢 有一個小小的 像彈簧一樣的東西 然後彈簧的頭上面有一個 像是圓圓的一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OK 我可以跟大家簡單講解一下 就是 當它平常沒有壓力的時候呢 這個彈簧會把這個 小頭呢 撐住 這邊的一個小口 看到嗎 一個小小的口把它撐住 撐住以後呢 它就不會滴水下來 就算你有 正常有水 它也不會滴水下來 因為它撐住了嘛 就把這個口封住了 我在壓這個壓力閥的同時 我是不是機身裡面就充滿了壓力 就會把水壓力跟氣壓往下給予 壓力就會進到這個小小的孔洞裡面 把它那個彈簧往下壓 這個時候呢 裡面就呈現一個高壓狀態 它如果不到這麼大的壓力的話 它的彈簧是撐不開的 OK 但到了這麼大的壓力的情況之下 彈簧一撐開 我的機身裡面的咖啡液體 才會被流出來 就讓內部呢形成一個壓力足夠高 而且呢 不會從你的粉的脆弱部分 穿過去的一個現象 就可以減少 你的濃縮咖啡的失敗率 因為其實做濃縮咖啡 如果大家有點概念的話 最怕的就是說 你的咖啡粉餅哪一段 可能填壓的不好 它比較脆弱 它比較薄 那我的水流就會從那個粉餅部分穿過去 就導致於濃縮咖啡不好喝嘛 但這也是幾乎是 絕大部分意識極麻煩的地方 那但是呢 在居家部分呢 Starres就利用了這樣的小機構 你的壓力沒有到達正常壓力的情況之下 你是沒有辦法流洩出來的 就使得消費者在使用的部分 變得很簡單 而且很容易成功 而且不太挑模 所以這次的小改版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零件 它的設計上面更明顯 而且呢 也比較容易清潔 所以是不錯的 雖然看起來 我們的改款 好像有一些不一樣喔 但是在使用上面 雖然可以跟大家講 跟你的 之前的三代 是幾乎完全一模一樣的 它的流程上面是完全沒有改變 所以如果你本來就有S3了 你也不一定要升級到S3 Plus 因為差異不是非常的大 但如果你本來就沒有S3 那你就買 當然買新的版本 那弄懂了這次的改款以後 我們就趕快來 馬上來做一杯 濃縮 示範一下 給大家看 然後同時間呢 我們做完的Espresso 馬上就拿來做Dirty OK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這個粉杯呢 大概可以裝18克左右的豆子 當然你要裝少一點 15、16克也是可以 18克大概就是一滿杯 所以你要秤的也行 你要直接用這個 當一個豆勺直接咬也行 我們今天就來喝這個 這是哥倫比亞的豆子 極淺培的 的維拉 那我們就直接沖煮示範了 水溫我已經煮到95度左右 那整個流程非常簡單 先用這個粉杯 或者是用秤的 18克17克左右 OK好 然後粉杯就這樣 可以看到 大概是一滿杯 然後呢 選你的磨豆機 磨豆機幾乎 市面上可以磨手 充的磨豆機都可以 任何的手磨都可以 它不太挑磨 那當然我今天用的是 比較專業的 這個是Leaves Espresso 是專門給Espresso做的磨 但是其實一般的磨也可以 OK 磨完了 那我是使用 Leaves Espresso 24 它的磨的粉是比較偏細 但偏細偏粗 對於Star Reso來說 影響沒有非常大 當然細一點還是會濃一點 非常的細 然後接下來呢 就把粉杯 OK對不對 然後這是我的粉 用倒扣的方式 OK然後 這樣翻過來 這樣稍微左右晃動一下 讓我的粉呢 可以均勻的落在粉杯裡面 不用太care啦 因為它的 要求不高 蠻簡單的 OK好 粉都下來以後呢 可以看到 你也不用填牙 就稍微用你的手指頭 稍微推一下 那我的粉呢 均勻的落在我的粉杯裡面 就可以了 也不用很講究啦 因為它的設計上面 減少了這些使用的麻煩性 可以看到 大概 看到 我也沒有很講究 就是大概是平的就行了 也不用填牙 接下來呢 放到這個底座 這是鋁合金的 然後 好 機身 把它選進去 好 好 然後這個呢 是給你戶外 可以用來裝濃縮 但是 我一般只拿來裝殘水 因為 用這個喝我覺得 不是非常爽快 可以搭配一個 這個 安斯杯 你可以比較明確知道說 你的實力數 我一般會做到 40cc到50cc之間 好 然後呢 95度的熱水 然後給到120cc 我的機身裡面呢 它有寫墨數 所以你也不用去蹭它 上面 你就看到上面寫120ml的地方 就給到那條線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把我的壓力法 裝上去 剛開始呢 可以先壓個十幾下 十二三下沒關係 那壓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你怎麼舒服 怎麼省力 就怎麼壓 一隻手兩隻手隨便你 你壓到什麼感覺 就是你感覺起來 你的粉餅好像有點壓 有點反 它的回饋感 是有點緊的時候 可能是12下到15下 不等 看你研磨度有關係 就大概12到15下左右 覺得好像你的 壓的時候呢 會感覺到有一點阻力 就可以先休息 等個十秒左右 如果你的粉 是比較偏粗的 你可以等的秒數高一點點 如果你的粉本來就比較細 你就不用等那麼久 像我的粉比較細 我大概等十秒 十五秒就可以了 然後就接下來就是 每秒壓一下 好 一 這樣維持 讓它彈 壓下去 壓下去 你不用太擠 沒有什麼意義 就每秒壓一下 可以看到 你的濃縮 就會 被我擠出來了 好 其實這個過程呢 也不太累 會有點壓力 就是你要 當然會有點失利 畢竟裡面它處在一個高壓的狀態 所以 但是呢 不會太累 大概40到50ml左右呢 好 就完成了 OK 這樣就完成了 OK 大概是30秒左右 然後呢 就可以 用你這個 接一下殘水 看到 這個就是 分三層的濃縮 上面有一層 就是Cream OK 那這個還是極淺焙的豆子 還是會有很 豐沛的Cream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繼續來做 Dirty的部分 好 這個你要加熱水就是 熱美式 加冷水就是 冰美式 那我們今天要做Dirty 那做Dirty的部分呢 其實很簡單 OK 我們選一個漂亮的杯子 不要太大 然後呢 我們先加 150ml的牛奶 150ml左右 當然你可以自己控制 大約這個杯子到這邊 就是150ml 好 冰的熱的都可以 熱的Dirty 跟冰的Dirty 都很好的 然後拿一個湯匙 這湯匙呢 你也不用太謹慎 就是 你把它放在你的 杯壁上 然後呢 湯匙要浸到水裡面 你不要懸空 這樣子沒有意義 你的湯匙要浸到牛奶裡面 OK 然後呢 把剛剛做好的濃縮 好 往你的湯匙上面倒 你不用太緊張 就倒到湯匙上就對了 好 那就會看到你的 濃縮呢 會呈現一個很好看的效果 好 全部倒進去 然後把湯匙 拿起來 就看到 他除了會有一個很好看的 漸層效果之外呢 你會發覺我的濃縮會 大幅度的飄在我的牛奶的上面 OK 那就形成一個很有趣的口感 就是你第一口喝的時候呢 大部分會吃咖啡 所以你會覺得 有很濃烈的口感 但是呢 越喝到後面會感覺到牛奶的香甜 對不對 這個喝法是學長非常喜歡 而且呢 在居家使用上面是超簡單的 因為你不太需要 你也不需要打奶泡 你也不需要什麼器材 那如果你要喝冰的話 就用冰牛奶 或是加點冰塊 如果你要喝熱的話 可以先把牛奶拿去 煮熱或者是微波 兩個都很好喝 尤其是冰的 它的效果更 更有特色 因為 你的濃縮是溫溫熱熱的 但是牛奶是冰的 喝起來的效果非常好 好 我們來喝一口吧 可以看到 非常好的效果 這叫Dirty 看 我喝了一口以後 我的濃縮仍然是漂浮在我的表層上面 喝大口感呢 牛奶會進到你的嘴巴裡面 會在你的嘴巴裡面 進行濃縮跟牛奶混合 這個喝法就很有誠實感 但是呢 他同時也非常考驗你的 Espresso的風味 如果風味不好的話呢 這樣喝會覺得非常的苦澀 非常不好喝 那你搭配Espresso呢 基本上呢 不用太擔心風味上的問題 它可以很忠實的表現出 你咖啡的風味了齁 OK 那就是今天 關於Espresso三代PLUS的開箱 以及一些講解 還有Dirty的做法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或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覺得學長的頻道不錯的話 也歡迎訂閱齁 那最後呢 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抽這台的話呢 你可以留言一下說 告訴學長 你最近覺得很不錯的咖啡店 那學長就會找時間來抽出來囉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為止囉 謝謝大家 拜拜